這個遊戲作者是那個 你們知道怪物住在我家底下的那個作者還記得嗎 有一代二代嗎 他的新遊戲 名字叫做什麼 金字塔詛咒 你的任務是分析這些事件發生在這個地方 哇塞 紙貝斯 這太糊了吧 什麼垃圾小屋啊 行動 金字塔詛咒 選擇小屋 弟弟三公尺通道 然後咧 裝了炸藥 蛤 這個房子的弟弟三公尺下面有 升達137公尺高的金字塔 地底的 蛤 這什麼詛咒小屋啊 怎麼使用金字塔尋找者 那個這是偵測機吧 移動方式嗎 電源 是嗎 當你在掃描區域的時候你會聽到特別的警示聲 按一開始掃描 按一開始掃描 掃描掉耗石趴電 WTF 來 借借你的主員們 這是戶啊 行動代碼 麥克斯 都17歲 那個操作助手 Maki 42歲 操作者 啊這誰啊 觀察者 怎麼又一個問號的啊 神秘探員 遊戲啊哇塞 我們要從房子的正中央下去通道了啦 要放那個觀測機 等等喔 他這個遊戲跟上次那個怪物在你家底下應該是世界是不同的吧 你們還記得他的二代嗎 已經變成3D畫面然後最後還遇到怪物那種狹窄爬行空間 這個應該不是同一個世界觀 應該就 新的遊戲而已吧 開始 開始 Maki的入口 完全不知道這個金字塔是用什麼石頭做的 而且 也不知道這個到底是什麼樣的結構 這個 搜尋區域 哇 太虎了吧 哇塞 這什麼爛畫面 Maki Maki的入口筆記啊 他自己的感想 哪裡啊 還有下去的洞呢 還有下去的洞呢 蛤 通道 3公尺深 等等喔 這邊是金字塔的通道吧 我們現在是在金字塔裡面還是正在下去中而已啊 我們需要更大容量的電池才能夠繼續下去 累的 還要更小心關於電池使用量 直接開下去行不行 有小兵金字塔 應該是不會直接派人下來吧 太恐怖了吧 對有很多層 金字塔的高度 倒立高度有137公尺 這個 怎麼這麼複雜啊 這個之前有個類似探測車的遊戲你們知道嗎 後面不知道是遊戲太爛還是怎樣 我有沒有上傳 對方 欸有香菇欸 香菇 這邊怎麼會長香菇 這邊好像有什麼東西可是我怎麼看得到 好 之前那個是在 礦洞沒錯 這是 這是不是死掉大老鼠啊 要換個位子 怎麼這麼大隻老鼠啊 哇塞 老鼠已經死掉長香菇了欸 這是他的頭 嗯 呃 屍體聞起來已經爛很久了 顯而易見是一隻老鼠 然後頭爆出了 菇 香菇直接從他腦袋 穿過他的頭骨長得出來 這個老鼠是怎麼來這邊的 也許某個地方還有一些通道可以通進這個山 金字塔 現在回到你的出入口 好 還是不進的路怎麼辦 他這車子壞掉就沒救了嗎 車子壞掉人就下來啊 怕死喔 怕死喔 你們都不怕死了 整天吃化學食物 回家囉 第一天 是紀錄啦 每一天的紀錄 我們把觀察者送下了 第一次送下去今天 嗯 沒什麼重要的吧 不太擔心我們發現的老鼠 嗯 嗯 我擔心的是關於 他是老鼠是怎麼死的 我們需要更進一步觀察 物件A的行為 意思啊 為什麼這個觀察者是在觀察這些操縱人 操縱人員 他覺得物件A的行動 有點像特殊的年輕人行為的感覺嗎 行為模式 然後物件B 試著 進行他的什麼 領導瘋辦 什麼鬼啊 有殺小 欸 記者 他下去金字塔 該不會就會被影響吧 出問浩仔 該不會已經早就知道金字塔有什麼影響了 把他們送下去之後看看人類會發生什麼事 然後老鼠是他們之前送下來的 呃 記者 拯救他失蹤的朋友 從森林的深處 真是一個 超棒的故事 他們會後悔 把我給 辭退 把我給丟出去 好啦 找到線索7 這畫面好 好渣喔 我就是來找我失蹤的朋友喔 我還沒找到捏 看來這是吉姆的個人日記 他想要記錄每一天 他生存的細節 在這個森林中 然後 目的是為了向他女友證明他是個猛男 馬西 你說我不是男人 然後其他人 比我更粗 出勇 身材就很壯這樣 肌肉呢 該吃的 我要證明你是錯的 吉姆 該吃喔 他寫到關於他旁邊的小屋 在鳥不聖誕的中間 喔 這是有人對吉姆做出了不好的事情 之類的 幹 他不是死了嗎 啊 味道非常恐怖 這屍體已經 開始在分解 臭了 完全爛掉 該死的 這難道是 如果你仔細看的話 你可以看到 香菇從屍體上開始長出來了 香菇 長得非常的快 在屍體上面 而且只有半條身體耶 這誰的啦 這是 2.5條的身體是不是啦 啊他上半身咧 金字塔下面嗎 到底是誰做的啊 而且做這件事的人可能還在森林中晃蕩 我找到更多的素材之類的 然後趕快離開這裡 在我自己變成 兇暗 兇暗新聞的 主角之前 不能蹲啊 不能蹲耶 這個路該不會是固定的吧 希望是固定的 這...這什麼 我還以為有一個死人站在那邊耶 喔不是喔 在那邊 這個頭已經爛到 認不出到底是誰 我知道幾米 我...從小孩子的時候就認識幾米了 他絕對不會做這種事 而且...那幾米甚至連牛排都不會 煎 大小 只要看到生肉他就會吐 他沒辦法做什麼分屍的事情 那這個頭是誰的 不是吉米莎的嗎 我應該趕快離開這裡 但是 說起來 如果能夠獨自報導這個獨家新聞的話 一定能夠得到普利之獎的 一個記者 調查了兇手的朋友 幹我瘋了 我也不報警 就這樣子為了追新聞 然後自己一個人來到這個鬼地方 然後看到一大堆屍體這樣 太爽了就是要這樣 前面有個房子 這個大香菇欸 我從來沒有看過香菇這麼大一根 這個做著做著的遊戲都比較偏向 神秘 你們懂我在講什麼嗎 不懂對不對 欸 這邊不是下金字塔的地方嗎 我曾經看過這台機器 是在電視上面一個研究計畫關於金字塔 科學家在這個計畫中的 沒辦法自己用身體鑽下去金字塔 因為有一些崎嶇的小通道 所以他們必須要用 觀測機器人 我在想這台機器到底錄到一些什麼 我要下去喔 不可能啊 金字塔的東西被放出來了 欸 他們是不是把金字塔入口 因為他們用炸彈把那通道炸開嘛 金字塔裡面的東西就往上出來了是不是 也許就是那個奇怪的香菇啊 這不是吉姆 你可以看到他頭上還是身上有很多傷口 頭上 然後他的臉 直接就是抓著臉這樣在桌子上這樣子被砸爛 我甚至不想想像 到底是誰做的這件事 這件事已經發展太遠了 我要趕快離開這裡 我還有兩個線索沒找到欸 聽到腳不伸喔 還是我自己的 這是一個 房間中間放了一個升降梯 這個要往哪裡走呢 蛤 我不覺得我想要知道答案 現在 不想下去喔 算了 我還少調查一個東西欸 看一下 這邊 看來是某人的筆記日記 大部分的頁面 呃 都是寫一些 沒什麼意義的屁話 嗯 不過剩下幾頁他讀得懂 已經六個月了 我們待在這間房子 然後研究完全沒有任何的進展 蛤 我們就只是沒有適合的裝備 來進行這種層級的研究 我告訴 AK10先生 就是那個主人裡面不是有一個是神秘者嗎 就是那個不露面的 他有報告這個情形說沒辦法繼續做研究 但是 這六個月來什麼改變也沒有 我們被告知說 反正你就是繼續做就對了 那我們又該如何繼續工作呢 在這種狀況下 還有關於麥克斯 麥克斯是那個比較年輕的組員 所以這本書是那個四十幾歲的觀察員寫的 他今天來找我 然後跟我說 以後要叫他麥克星 What the hell 他到底是想要怎樣啊 我想我慢慢的是 要瘋掉了 然後第二篇 在這邊已經過了一年了 哇靠 麥克斯麥克星 他的人個性好像變了很多 蛤 其中一個是女的喔 誰是女的啊 剛剛那一開始一個爛影像 二十幾歲那個是女的 欸不對啊 但是他 越來越女性化 甚至比其他的 比真的女人更女性化 蛤 沒有人這麼的好心 了解我 然後甚至最近 他還長奶子了 What the hell 這個金字塔打開之後 裡面的美劇可以讓人性轉喔 蛤 所以他本來是男的 過了六個月之後 他開始 性 就是個性大腦轉變 然後要變成女 然後再過了一年之後 連奶子都長出來 這個研究太棒了吧 也許 那裡從來就沒有什麼麥克斯 也許 他一開始就是麥克星 也許我只是出現幻覺了 然後因為 封閉在這個孤獨空間 我想 這裡有一些混蛋 就 搭著帳篷 好像住在我們附近 啊他是講幾米 這個記者的朋友 這個搭帳篷的混蛋 到底是怎麼來到這裡的 不管如何 搞什麼鬼啊 研究就要繼續嗎 反正我就是在這個 瘋狂河流上漂流就對了 隨 隨 隨風而去 隨便啊 我不知道要怎麼 怎麼評論這段日記 我想 我應該 把這些情報全部合在一起 整理好之後 再來看看這到底在講什麼 我還差一個 啊 這邊這邊這邊 誰啊 我在想是誰吧 是誰在這邊開Party 在這種鳥不聖誕的地方 而且 東西都放在這邊都走了 如果這是 之中兄弟吉姆的東西 難不成他不是一個人來的嗎 到底是誰的呢 這個記者來這邊已經一年了耶 從我們的第一天開始 那中間到底發生什麼 我們能不能看 麥克斯轉化的過程 下面香菇越來越多了耶 怎麼回事啊 有很多生物 就是不知道 不知名的生物體在這邊一直生長 看起來很像蘑菇 大爆發 好像 就是從一堆血肉堆當中 長出一堆蘑菇 我從來沒有看過類似這樣的東西 是什麼 黴菌還是什麼嗎 從老鼠頭長出來的嗎 等等啊 這什麼啊 原本應該是黴菌蘑菇 可是它下面的底怎麼會是 殺小啊 沒有個 黑死 黑死殺小啊 這邊能不能下去啊 不能下去 什麼東西啊 我過不去欸 蜘蛛 好像有眼睛耶 不過我們是用探測機應該無所謂吧 應該是不會衝上來啊 喔這裡啊這裡啊 這個 喔沒有沒有這是 欸這會動欸 什麼東西啊 他 他在動 他長上來了 這邊也一堆 到處都是 變成下去嗎 是深淵還是斜坡啊 我們的升降機的位置 沒有變過 但是這個金字塔的內部結構 怎麼跟上次來的時候不一樣啊 蛤 這是人的頭骨欸 蛤 蛤 呃 很難 能夠描述 前面這個到底是什麼東西 我試著振作起來 但是我的 夥伴 就是看到這個影像之後 非常的就是不舒服 呃 我必須整理一下我們看到的東西 然後繼續往前 再回去 呃 升降台 這個是不是記者的朋友吉姆啊 就是剛好失蹤的這段時間 然後這個組員這一團 還在這邊的時候 畫面怎麼變黑了 電力只要降到50%的時候 燈光就好暗喔 回家咯 這是 組織吧 10倍 50倍 蛤 這是殺小生物 這是什麼細胞 蛤 我沒看過這種東西 唉唷 他把他挖到房子裡面嗎 嘿嘿嘿 動起來了 完蛋 要吃人 麥克斯是最左邊這個啦 他一年之後變成女的 太狂了吧 哈哈 呃 這個月也發生了很多不一樣的事情 所有東西都 大家都累了 然後 研究進展非常的慢 不過我 我才不理 我才不在乎咧 我感覺有點 不一樣 我覺得 蛤 在我生命中第一次感覺到 我自己 真實的自己 我很害怕 但是同時又很興奮 碰殺小 呃 今天發現的那個 奇怪生物組織我們做了很多研究的 得到很多研究成果 有一件事情就是 這個金字塔 並不包含石頭成分 他的那個牆壁什麼 看起來像石頭實際上都不是 然後是某種生物材質做成 整個金字塔就好像活的器官一樣 就算這聽起來很不可能 但是 當我看過那些東西之後 我現在可以相信任何事情 有 然後這個是 問號神秘人 某些事情非常 清楚的改變了 麥克斯 然後 物件B 就是操作員 目前還沒有意識到麥克斯的改變 因為他一直專注在自己的工作上面 然後 麥克斯 他經歷了 心情上的 爆炸期 怎麼講啊 這要怎麼講啊 心情轉變期 比如突然的 感情激烈的波動 然後 皮膚紅潮 啊靠北啊 不就是被他媽變女的嗎 超小 媽的麥克斯要 來大姨媽了是不是啊 別鬧了 從屁眼噴出來嗎 物件S 怎麼可以說話了啊 你的名字是什麼 我已經告訴過你了 我的名字是菲莉 不要再問我一樣的問題 呃什麼時候你才要讓我走 我感覺非常的不舒服 呃 謝謝你把那些燈光關掉 我 我的眼睛只要被光照到就很 很痛 貝爾 呃 第一個問題是什麼啊 你會被人類的性別吸引嗎 第一個問題是這樣嗎 第二個問題是 你記得你老媽的臉嗎 曾俊復身後然後賦予了他的 行為能力 你喜歡同性 等一下我問一下老媽的臉 老媽 我當然知道我老媽的臉 他是金髮 喔等等不對喔 是棕色還是金髮 然後棕色眼睛 血 我記不起來了 為什麼我記不起來老媽的臉 茂咪 今天的面試結束了 物件S 這該不會就是剛剛探測機上面那個 骷顱頭的那一坨吧 等等你要去哪裡 不要拜託 繼續問我點問題 隨便你問我都會回答的 你想要聽到什麼 救救我啊 他知道自己是被 鬼異東西寄生嗎 吉米 那個記者的朋友 我們該不會要看到吉米 被轉變的過程吧 恩好吧 這是我 森林中的生存第一頁 欸 這是我欸 呃 這是帶頭燈吧 這個帳篷就是我們剛剛記者的時候看到的那個帳篷啊 你以為我不會來森林生存嗎 對吧 馬西 你覺得我不是個男人 吉米真是個膽小鬼 真是個娘娘腔 他是個懦夫 蛤 當你在說那些話的時候 現在我不是了吧 現在你好好看看 偉大的吉米 哈哈哈哈 我很確定現在 在這邊錄影帶 錄影片 然後我可以想像你 你的臉 你臉上發紅 而且很羞愧的樣子 沒錯馬西 你真可恥啊 你對我的想法是錯誤的 你覺得我是娘娘腔 我不是 因為吉米現在 不再是你想像的這麼 這麼魯蛇了 我現在是真正的生存者了 可以在森林中自己 度過晚上 聲音啊 也許只是 那個後面小屋的那些研究者啦 他知道小屋就在旁邊 現在我最好把燈關掉囉 不過 錄影機會開著 你看好囉馬西 呃 我會 用自己的意志力 度過這個恐怖的夜晚 好 因為我這樣是要看殺小 太黑了吧 湯 幹白痴啊這太恐怖了吧 有東西在旁邊跑來跑去 漂亮啦 什麼聲音啊 電池不夠了 電池沒了 幹 喔 這是戶啊 我想有某人站在 我的 帳篷外面 不是人吧 這是麥克星嗎 我不知道 哈囉 我是不是被吃了 我被分吃了啊 帳篷裡面的那個 2.5幾米 不就是幾米下半身嗎 什麼鬼啊 麻 麻手 這是什麼 這是正常弓的菲兒 這是帶著真菌的菲兒 真菌會開始擴散到菲兒身上 但是 弓菲兒會改變他的交配信號 會停止 交配行為 然後一直拍他們的翅膀 就像 母菲兒一樣 幹北七喔 那個真菌真的能夠讓 讓生物性轉啊 不管是菲兒還是人都會啦 什麼鬼啊 我幹這哪裡啊 我怎麼在這裡啊 蛤 這是哪裡下來的啊 蛤 還是說蟲的這種 公母性轉 身上的黴菌 也是這種 不知道是什麼 香菇造成的 What the hell 這是什麼地方 怎麼你寶了啊 你給我張大眼睛繼續看喔 我感覺好像迷宮中的老鼠 什麼好像 什麼腐爛組織牆啊 什麼腐爛組織牆啊 我可以蹲嗎 可以欸 誰啊 暗吸 蛤 我卡住了 我愛吸的但是不能動欸 我可以動了 這種被 復生的都可以說話欸 天啊 這是什麼 好像是某個悲慘的傢伙 被慢慢的消化掉 我不想要變得像他這樣 有很多研究筆記欸 到處都是研究筆記散落 好像是某種報告吧 寫的方式跟 之前第一次看到的日記的寫作方式是差不多的 這就是那個 研究團隊的人員留下來的 該不會其中一個人吧 我怎麼有這個膽子往裡面繼續走啊 往下 等等喔 這個是金字塔真正的外表是不是 我們用探車機下來的時候 看起來就是平的什麼都沒有 該不會是鏡頭的關係吧 還是說他是慢慢會變化 前面怎麼有個人啊 那該不會是個人吧 欸小姐你還好嗎 他在幹嘛 他好像 被牆 就是幹嘛黏著喔 他非常喜歡黏在牆上 甚至沒有注意到我 不是個光頭啊 這是麥克星吧 他是在舔牆壁還是在 幹嘛 衣服都不見了 到時候就要融入牆壁裡面 然後變成那一開始那個 骨頭然後消化掉這樣 更多的報告山落遺地 我想我可以試著 看看上面到底寫了什麼 我已經受夠了 自從 我們跟麥克星在一起 那個觀察者 沒錯 我現在知道 他到底想幹嘛了 觀察者想要把麥克星從我身邊帶走 但是你是不能帶走他的 Oh No 我不會讓你帶走的 我知道你有看我們所有的觀察紀錄 我很確定 這就是你把我們派來這邊的目的 就是要持續觀察我們 但是 關於麥克星 不要以為 我沒有意識到 他對我的關注越來越少 是因為你的關係 他這個都是真菌感染腦袋有問題了吧 觀察者 你是不是 要拉攏麥克星來針對我 這是不會成功的 幹講差小 這是要為了一個性轉 性轉仔然後開始 爭風吃醋 不知道這到底是什麼鬼東西啊 這些腦子都壞了 什麼啊 老鼠啦 好多死老鼠在上面 沒有 腦子真的被寄生到有問題了 這記者一個屁都不放 搞什麼 地方啊 有人欸 這屍體被寄生欸 呦 看來這個 那個 那個屍體是之前在小屋裡面 臉被砸爛的那個男的 就是倒在桌子上那個 還有他身上長的這些觸手 好噁心啊 這屍體是誰搬進來的啊 裡面有奇怪的聲音欸 我是從這邊來的嗎 這記者該不會走出去 就要發覺自己機器不見 好我繞了一個圈啊 可以幹嘛 麥克星改變了很多 他變成了 野性化 他甚至都不跟我說話了 有時候我會看到他坐在角落 然後嘴巴不知道在 男男自娛什麼東西 當我靠近他 他就跑掉 到底他們對你做了什麼 如果是你的錯 你這個神秘者 混蛋 我要你付出代價 還有那個在樹林裡面的混蛋 真正的白痴 他是怎麼來到這個樹林的 怎麼每個人 在那個 什麼啊 孤僻空間 獨立空間 關久了喔 每個就像神經病一樣 開始瘋言瘋語 我後面路怎麼不見啊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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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 完蛋 我卡在裡面了 第二次的詢問 物件 物件S 好 這次讓我們開燈來 進行 詢問 呃 老闆 老闆 要我們 有一個很好的 視野 就是影像 但是 他應該不喜歡我們開燈之類的吧 老闆覺得這個影像太黑了 他想看清楚 好 開燈咯 喔 這怎麼可能還活著啊 他這個真菌植物也太屌了吧 現在我在跟誰說話 我的名字是 菲爾 還是那個菲爾啊 我是一個記者 我們剛剛就真的在裡面變這樣了喔 不會吧 啊 呵呵呵 幹 現在 我 噢 天啊 他現在要承受 無法 無法忍耐的痛苦 不過他沒有死 就是這樣子一直 跟北七一樣 你是怎麼進去金字塔的 呃 呃 我記得當我正在回報 打報告的時候 在森林中 這時候該離開了 結果看到一個人 他手上拿著錘子 呵呵 他開始 很快的往我這邊靠近 然後 我就意識到我要趕快逃跑 就是那個操作者 拿錘子要來錘他了 幹 然後我就逃跑 接下來感覺好像掉進了什麼洞裡面吧 很痛 那你能夠解釋 所謂金字塔是什麼嗎 到處都是 所有東西都是金字塔 他一直在擴散 在地底 擴散了非常 什麼幾里 幾里的範圍 幾公里 而且 他的年齡有幾千歲 幾千年老了 非常古老 然後裡面包含了 呃 幾千個世代的記憶 記憶都在裡面 甚至連我的記憶也在裡面了 我們沒有問題的 等等 你要去哪裡 你保證過的 想要去上載 跑奪過什麼 喔 幫他解脫啦 謝謝 他雖然是活著 但是已經完全不是人類的形體了 而且承受極大的痛苦啊 全身就一直不停的被侵蝕啊 只是活著而已 然後回答完問題之後幫我們解謎了 我覺得這個遊戲很好玩 但是他的雜訊 是為了讓氣氛更足 可是雜訊我就像之前講的 如果能夠做出一個關閉的選項就好了 然後故事說的不錯啊 真的很有趣 就是那種神秘的死亡事件 然後加上變化 然後地底有 恐怖的東西存在 而且不停的蔓延 故事還不錯吧 性轉很棒 所以你也想要就對了啦 到底是為何男生都想要變成女生啊 有毛病是不是啊 看你要不要先去把你機機切了 先切看看再說嘛 沒人說得準啊 你可以先切看看再跟我們講有沒有笑嘛 好啊 我會想要抓他 我會想要快點 我直接發現我 剛剛好說的